片子开始之前先问一下大家 你对现在自己的手机续航满意吗 觉得还OK的扣1 觉得不满意的扣2 hello大家好我是双就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一直观众过我们数据库的小白 应该都知道我们的手机续航榜单 每次发信机的时候我们都会更新 三小时五小时 还有直接把电干光的极限测试 我和你说这个手机续航好或者不好 不是空口无评 是我们有一堆的实测数据做支撑的 在大面积可操作可执行的前提下 这个模型我们尽量兼顾了各种因素 比如说轻重重各种类型的负载 WiFi 5G相结合 游戏视频影像相结合等等 我们也帮助了不少厂商 完善了他们的测试流程 这个数据库续航模型截止这期片子 经历了两次关键的升级更新 当然任何模型它都是个模型 它都是不完美的 第三次升级也已经在路上了 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新模型复测工作 非常耗时耗力 你得多等等 数据库现有的续航模型元素已经非常多了 但它为了兼顾效率 是一个连续型的测试 这就是在测RTPO的时候 有些小伙伴说 这个不能反映RTPO的省电 就是因为这个测试一旦开始 我们就会连续使用 直到把电干光 但本期视频有点特别 我们把这个续航模型断开了 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把整个测试放到了真正的日常生活中去了 算是建立了一个不在乎效率 也不在乎人力物力成本的 可能是最接近人们日常使用的续航模型 我们这次是测试了8台手机 在日常测试模型下 咱们来看看谁的续航最持久 这期视频你将会跟随我们的镜头 完整经历我们这模型的建立过程 还有我们的小伙伴实测的这一整天 得到最终的续航成绩 谁最持久谁最强 这些机器价格定位都是不同的 电池容量的也不同 大家这期要弱化对比 着重看一下你关注那台机的表现即可 日常使用手机通常有两个特点 一是碎片化 比如说微信有人发条消息了 你才打开回复 回复完之后 这个时候微博推送了一个你感兴趣的博文 你马上又打开了微博刷了一会儿 结果又刷到了一条直发广告 你又开始网页咨询等等 第二个就是场景网络多样化 比如说你在楼下吃早餐的时候 打开手机看视频或者说刷新闻 用的是5G 到公司或回到家或者在餐馆 同样刷着Yound的APP 又连接的是WiFi网络 项目开始第一步 我们先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文卷调查 有近2000位小伙伴填写了这份文卷 再次特别感谢大家 根据结果 我们选出了以下这些APP 作为本次的测试软件 为了尽可能模拟日常 且最大化可操作的公平性 我们先给大家打出 这个日常续航测试模型手册 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公号回复日常续航四个字 查看下载 真的非常繁琐 视频里我们就不全面展开了 但是举两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们怎么制定这个模型呢 就比如各类型软件的占比 我们是怎么确定的 是根据调研数据 我们通过一个小公式综合计算得出 比如计算完购物类APP为2.43 就是说大家普遍手机里 都装着两三个专门的购物软件 所以在这个模型里面 我们就加了两个专门购物的APP 碎片化的使用方式怎么办 这次我们绝对不嫌麻烦 把测试的软件给拆分开 在不同的场景下 不同应用组合在一起真实的使用 前面我们也说了 其实拿微信举个例子 你在使用微信的时候 一直聊一两个小时不切出去的场景 应该很少很少吧 当然特殊情况出来 为了更加贴近日常使用 我们把微信这一个APP 拆分成了6个测试场景 与其他APP分别组合 比如说微信加某宝 微信加微博等等 就是两两天 你就切出去刷微博了嘛 同时在本次测试过程中 微信也一直挂后台 而其他应用则是在自己的测试环节挂后台 一台手机一天 再加上前期的各种准备和各种试错 单这一个测试环节 我们就进行了半个多月 记得点播载 测试从早上8点开始 早起你的手机肯定是完全充满电了 从家到地铁站 15分钟路上放个音乐听个歌 此时微信挂后台 15分钟之后 除华为Mate 50 Pro 99%的电量之外 其他几款手机前台还是显示了100% 接下来的15分钟 在微信回复一下消息 三款苹果和OPPO容量都显示100% 不管怎么手把 这100给你的心理感觉还是挺稳的 有的小伙伴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我的手机充满电之后 一开始掉电会很快 关注我们数据库充电续航榜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这一些机器 它只是前台显示100% 但其实电池并没有完全充满 比如我们本期的这几台 我们通过电表实时监测 小米前台显示100%时 电池实际充入约为95.7% OPPO95.2% 重量97.7% 14Pro Max 97.76% 在前台显示100%之后 你的手机大概还需要再充多久 就完成充满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数据库查看 当然这样的设计 也是为了电池寿命的考量 防止过充 继续我们的测试 住的比较远 上了地铁之后 路上又刷了20分钟微博 15分钟抖音和5分钟浏览器页面 此时我们整天的测试 约进行了15%了 Mate 50 Pro剩余88% 其他几款机型都还有90%以上的电 最高的是14plus 97% 其次是超Pro 96% 电量看起来挺足的 但真的能够使用一天吗 咱们继续 下地铁到了工作室 这时候注意网络有切换了 连接上工作室的WiFi了 还没进入工作状态 先摸会儿鱼吧 微博某东微信都刷一刷 这组符合测试的时间 总共55分钟 摸一结束约上午10点半了 这时候剩余最多的是14plus 还剩了93% 续航真的很顶 Mate 50 Pro剩余76% 荣耀79% 前面的APP相对来说压力都比较低 别着急后面咱们有重的 摸一结束 工作一会儿 这时候放下手机 进入了待机状态 不一会儿就快到中午了 打开手机某团点份外卖吧 再打半小时王者等外卖来 结果小哥晚点了 再看会儿视频吧 这组测试结束 差不多中午12点半了 从早上8点出门到现在 过去了4个半小时 除了两台苹果和小米 还有70%多的店之外 其余手机都是60%多了 但不要掉以轻心 别以为这样使用一天是没问题的 现在才进行了我们整个测试的 约35% 进度前先告诉大家一下 加上游戏环节之后 几台iPhone的掉键明显变快了 现在版本的半小时王者 13 Pro Max就耗掉了15% 外卖终于来了 边吃外卖边刷手机 经常有这个相同场景的小伙伴自觉口机 你本来就想着 上某宝看看前两天买的零食到哪了 结果一不小心又买了相关推荐 小伯占喜欢的up主更新了 1.5倍速快点看完吧 某音的跳舞小姐姐必须得看看 顺便再和朋友聊聊晚上吃什么 这一通折腾之后 你的手机电量基本上就过半了 测试小哥说 手机电量只要低于50%之后 就开始有电量焦虑了 如果不是测试 这时候他就得赶紧给手机充电了 其实我想了一下 我自己也差不多这样 有相同感受的请扣1 时间不知不觉 到了下午3点 整个模型的进度差不多到一半了 来看看这时候的战绩 12S Ultra 超市剩余64% 14Plus 65% 14Pro Max 61% Mate 50 Pro 49% 上午都没怎么干活 下午怎么也得干一会儿了 熄屏待机两个小时 ok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工作的时间刷就过去了 刷一会儿手机再休息一下吧 下面这组符合实测的微信 除了逛朋友圈聊天之外 还有10分钟的语音通话 这组都结束之后 Mate 50 Pro 剩余39% 这已经开始让测试小伙伴有焦虑感了 X80 Pro 40% Rawmatics 41% 具体情况如图 ok 一天魔语结束 不是 一天工作结束 那很是劳累啊 回家的路上这手机也得刷起来 时长与早上来的时候是一样的 不过符合测试的项目有所不同 待到家之前 有三台手机的电量只有20%多了 已经非常焦虑了 14Plus是最高的 还有47% 不过后面还有游戏环节没有结束呢 回到家之后 测试依然没有结束 还有众多的游戏环节 这次我们总共的测试时长是8个小时 这个标准来自大家的数据调研 一天使用7-9小时的人数 达到了总调研人数的31.68% 所以我们就制定了8小时的测试基准 到家之后注意 又从路上的移动网络切换到了WiFi网络 刷半小时的视频 一开始我们以为最低的肯定还是华为 结果这时候荣耀只剩下16%了 以至电量较低的华为反而有18% 大哥是越到后面越坚挺了 不知道吸引的小伙伴有没有注意到 荣耀在开始测试的时候 它这个前台显示掉电是很慢的 越到后面感觉掉电就开始加快了 早上使用一阵到10点半的待机环节 荣耀没掉一根电 但是下班到地铁再打开手机时 中间的待机环节就直接掉了5%的电 如果你现在知道了这种情况 是不是就会多少决定了你 是在地铁上关屏听歌呢 还是开屏刷小姐姐跳舞呢 到家之后不着急吃饭 游戏更重要 狂打一小时 打完之后再看看各种更新的视频 微信视频 我们的全部8小时续航实测 也就都结束了 在这个极其复杂的日常耗电模型下 14plus最后剩余19% 夺得本次的冠军 之前在我们数据库标准的 连续极限续航测试中 14plus是不如大哥14Pro Max的 但这次成功登顶 苹果说plus是最强续航的iPhone 也算没撒谎 不过大哥也不差 最后也剩余了15% 小米这边也很顶 12S Ultra剩余了14% iPhone 14 Pro剩余了2% 剩余的这些机器都是7小时下了 也就是没有坚持完 这个8小时的日常续航模型 别着急我们还没结束 在测试过程中需要充电的手机 都卡在了1小时王者的环节 为了不跟队友 我们不得不提前充电 当然这里有个事也要专门提一下 就是2%的电它就要关机了 这个设计其实是有些影响日常使用的 在测试荣耀的时候 还剩了9%的电 我们草率的以为还能再开一局游戏 结果2%就提示关机 才发现最后剩的那不是9% 其实相当于7% 为了全部测试完实际一天的续航情况 我们又给这个实测加了一个plus环节 就是对7小时耗玩电的那些手机 又进行了充电 让他们把这8小时的模型全部都跑完 采用百分比排序的形式再列一下 大家就更加直观了 这个数字越小越好 当然需要的毫安时我们也标注出来 iPhone 14 Plus跑完这个复杂的日常模型 需要耗电81% 耗算就相当于需要3500毫安时 14 Pro Max需要85% 算下来是3674毫安时 小米12s Ultra和13 Pro Max都需要86% 到这里多少就算体现出 安卓和iOS系统优化的区别了 你要知道12s Ultra的86%相当于4179毫安时 而13 Pro Max的86%是3742毫安时 中间差了400多毫安时 当然他们的屏幕和其他配置也不同 不过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 14 Pro完成测试需要98% 其他机器都跑完了 都进行了充电嘛 荣耀加上充电相当于110% 才能完成这个8小时的续航模型 但它还不是最差的 X80 Pro和Find X5 Pro 都相当于需要12%才能完成 华为这边相当于需要106的自身电池 才能完成这个测试 现在你知道发布会上说的那些所谓的 我们的手机坚持一天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种话给我多水了吧 一天的续航没有压力 通过前面大量的连续续航测试 除了上面的整个续航结果 我们还通过这个模型发现了不少 大家现在可能不是太过 关注但是又非常重要的耗电点 就比如说待机耗电 如果你的手机根本没用Find 那还耗很多电你就非常难受 我们本次测试从早上8点开始 到晚上11点半结束 除了点亮屏幕测试了8小时之外 手机都是微信挂后台 吸屏待机状态 这和大家的日常也几乎是一样的 网络也是自然切换的 华为Mate 50 Pro 在亮屏使用的时候电量消耗确实很快 但是我们注意到 它在待机状态下的表现挺不错的 晚上11点半正式测试结束之后 我们特意清理了一下后台 这个时候它的电量是9% 到第二天早上7点闹钟响 我们又看了一下 它点亮屏幕还有8%的电 整天待机状态算下来 一共也就4% 夜间待机耗电也就1% 不过在日常使用中华为的续航确实差了一些 荣耀白天和晚上的待机耗电相差还挺大的 当然也可能是就这个型号的问题 还是严谨一点 白天待机综合耗电8% 而晚上只耗电4% 后台也挂了一些程序 但是它们相差了一倍 小米12S Ultra和Find X5 Pro 在两个时间段结果都差不多 小米两个时间段都是6% 在OPPO两个时间段都是5% 优化还是不错的 我们就按照这个8小时的模型使用为一天来计算的话 在我们测试的这几台手机当前的模型下 小米12S Ultra几台iPhone真的能够使用一天 没啥问题 而其他几款手机都不能使用一天 并且你要知道 这只是日常偏重的一个模型情况 你再多一点特殊情况 这续航就只会更低了 就比如iPhone14 Pro它就扛不住了 这么长时间的专项测试完之后 我们愈加觉得 这个手机电量变化的可预测性也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就算你这个手机我知道不能使用一天 但至少我大概可以判断一下 我自己这手机还能用多久 相反的前面坚挺后面尿崩这种断崖式的掉电 会让你非常有焦虑感 综合测完 我们主观觉得小米华为和14系列的前后电量变化 更加均衡线性 前台电量显示是相对准确一些的 从工程机步入智能机时代之后 手机在功能和体验上都得到了质的飞跃 问一下大家 你多久没有随身带现金了呢 三年 五年 还是七年 八年 没有了手机 现在人们几乎是寸步难行 忘记带手机 当然你几乎不会忘 或者说是手机没电了吧 似乎是直接就把你拉到了原始人的状态 《反脆弱》这本书里面有一个观点 就是连接越紧密 反而越脆弱 在当下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可以说手机续航就成为了你看似连接紧密世界中 那个非常脆弱的点 不光没电是让你寸步难行 它从快没电的时候 在精神上就开始对你进行折磨了 手机厂商们得好好做续航啊 OK 这期算是异常庞大的测试数据视频了 应该是今年最大的一起了 不过这些时间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探索出了一个日常续航的实测模型 而且是有可行性的 有很多小伙伴之前给我们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测试建议 其实我们都看到了 但确实很多人没有测试过5台或者10台手机 有很多办法都是没有可行性的 你不搞个一两百人或者说几百台手机根本搞不定的那种 所以一个模型的可行性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日常新机还是以数据库的模型为主 因为它可以更加快速的给大家一个相对准确的参考 如果你觉得这种体量非常大的日常续航模型的视频也不错 大家一定记得给我们点个赞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肯定了 虽然我们频道现在所能承受的人力物力 还不能日常就给这些机器做这么复杂的模型测试 但现在我们起码方法论有了 我们可以搞阶段性的测试嘛 就比如年度旗舰 各家微段的热门机型横屏等等都可以 你还想看什么 欢迎私信评论弹幕都发给我们 更多这个精彩大家记得关注频道就可以了 不关键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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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